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银耳露的做法 材料有 新鲜白木耳一盒,红枣八颗,桌起两汤匙,冰糖三汤匙,砂糖两汤匙 第一个步骤 先用锅子装漆分满的水,开大火盖上锅盖 同时间处理白木耳,将白木耳洗净后切成好入口的大小 不同的大小会有不同的口感 要把白木耳根部酵硬的部分切除丢掉 第二个步骤 水滚后放入白木耳及红枣 水再度滚了之后转小火,维持稍微油滚的程度 煮约10分钟 第三个步骤 放入枸杞,冰糖以及砂糖 搅拌均匀让糖融化掉就可以熄火了 这样美味的银耳物就完成了 可以温温的吃,也可以放凉后放进冰箱冰冰凉凉的吃 今天的分享希望你会喜欢 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,再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见